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amek Sir 現在是2019年12月9日 在這裏,多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有很多群組 我要聯絡不同的朋友 有些群組是要加入的 所以我可能回覆會比較慢 有些朋友寫Email給我 又或者是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回覆的 但因為實在是事務繁忙 所以我未必可以即時回覆 我會盡量回覆,大家等一等我 而且這兩個星期的身體都一般 現在逐漸康復中 除了聲音有少少沙之外 其他情況,包括會不會咳得那麼嚴重 其實現在晚上沒有咳 多謝大家關心 我會保重好身體 因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還有明年的那一場像 其實大家真的要很謹慎 所以我會保重身體 多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說 就是繼續中國危險委員會 那文章繼續說是甚麼呢 是說一位叫做 美國國防部的中國事務顧問 白邦瑞 說得很直的 他說針對中國 他們是要推動顏色革命 將中國拉進混亂裡 是美國政府堅定不移的國策 記住這個是國策 舉國要做的事 總之為了達成 揭制中國崛起的總目標 美國政府的行動準則就是 全面打壓 無恐不入 不擇手段 無需理由 很像 即是有很多朋友 覺得我應該 將香港的事 講回在香港這件事 針對香港的情況來說 但我不會 因為 香港不是一個地方 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其實一定是受到其他國家 非常之大的影響 我想請問一下 香港可不可以脫離中國 不可以的嘛 可不可以離開美國呢 美國大使館裡面 有二千個職員 一個小小的香港 為什麼要這麼多職員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還有 中國說 不讓美軍的軍艦 停拍香港 我覺得這件事是做得非常之對的 有網友問我 其實我覺得做得很對 為什麼呢 因為 美軍來到香港 他運了什麼物資過來 我們是完全不清楚的 所以如果他來到 對香港是有很大的危險 所以我是贊成 不要讓美軍過來 免得物資供應過來 或者入了什麼 在香港 我們就不清楚 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我一個網友是這樣說 我的想法是跟他一模一樣的 遲一下我把他那篇文章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了 老夫就問 那位委員 究竟有什麼對策 那位委員 就說他心裏有五個擔憂 哪個擔憂 第一個 就是如果 如果心存僥倖的話 這樣就會死得很慘 他說 目前 中國內部 心存僥倖的人 大有人在 有一批的學者 將中美關係的定位 定得過於美好 更加好笑的是 人家已經在國家戰略的層面 在全方位 全領域 以致全民意志 和舉國之力 向你全面開戰 而我們國內 仍然是停留在 貿易摩擦的認知層面 等於把劍 放在你頭上 但是 你不知道 放在你的頸上 你不知道 你還當他是 跟你在玩一個遊戲 其實不是 我覺得不是玩遊戲 他說 你都不看美國是什麼課息 這個強盜 坐上世界霸主 開始 就被美國的假象所蒙蔽 有些人是被美國的假象蒙蔽的 那這個是沒有好結果的 前蘇聯 心存僥倖 聽了美國的鬼話 將軍備削減了 我就給你們經濟支援 結果呢 1991年發生什麼事 就整個蘇聯解體 然後 俄羅斯在改革中 又輕信美國的私有化政策 將國企拆分成勞布證券 分給國民 結果 勞布 被美國去做空 估他不斷估 美國的勞布是跌得很厲害 一夜之間 俄羅斯就沒有了28萬億美元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跟我說 人民幣 一定要 自由市場買賣 其實是否一件好事呢 暫時來說 我不覺得是一件好事 當 貨幣 還是掌握在美國手上 美元的系統 現在所有結算系統 基本上都是限美元的 如果 人民幣 入了自由市場 美元就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 還不是事後 一定要等到 人民幣 無止化 虛擬化之後 慢慢一步步 進入 自由市場 這樣對大家 才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是 掌握就命 貨幣 是一場戰爭 貨幣絕對 不是交易那麼簡單 我經常跟學生說 貨幣是沒有價值的 為什麼會有價值 因為它是一張借據 貨幣是一張借據 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了解經濟的話 中國的貨幣 一定要監控 因為保護自己國家 你千萬千萬不要輕易開放 我相信 中國內部很多經濟學家 或者中國政府 其實它都很了解這件事 所以人民幣 在一定的幅度 在波動的話 對中國絕對是一件好事 不要開放貨幣 他說 這些血淋淋的教訓 還不足以令到我們警醒嗎 他說 這位美國委員說 他看過老夫的文章 美國人 錄親不認 唯利是圖 他認為是寫得很好的 他揭露了 美國人的真實本性 他是一種禽獸 弱肉強食的本性 不要說禽獸 是一種野獸 若你強過他 他是不敢打你 但是若你弱過他 他一定欺負你 或者他為了爭鬥 所以是時候弱肉強食 明白嗎 他不會跟你客氣 他說他 不認祖宗 背叛武國 英國 實行獨立 他們不認恩人 對真誠給他幫助的印第安人 實行種族滅絕 他們不認盟友 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 直接導致日本十年經濟大蕭條 所以中國對美國 必須徹底 扔了一些幻想 直接面對現實 我同意 因為美國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很清楚 不要覺得 香港所有事情 跟美國沒有關係 大國之間的博弈 看條理 已經很清楚 他究竟在做什麼 香港的事情 沒有美國插手 沒有可能 中國所有的事情 沒有美國插手 沒有可能 特朗普現在公開做很多事情 包括北約 包括印度 包括中國 澳洲 世界任何地方 他都覺得是管轄範圍 香港會特別漏了不理 而有這麼好的機會之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是生死存亡之臭 不是這麼簡單 各位 大家想清楚 最後跟大家說 記得登記做選民 OK 自己香港 自己救 多謝大家 拜拜